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QA時間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這個問題 是有跑者提出來說 間歇跑跟法特雷克的差別到底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就先來講一下 什麼是法特雷克吧 法特雷克它是一個有點像是間歇性的運動 它是透過不斷的變換速度 變換場地 變換時間 來達成一個訓練效果 那它的目的其實是希望可以在 不要這麼枯燥乏味的情況下 來達到訓練的效果 所以它有點接近間歇 但又不完全是間歇 那什麼是間歇運動呢 那間歇運動呢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接近有規律性 有固定時間 固定距離 或是固定的長度 來達到訓練的效果 舉例來講 間歇有短間歇 長間歇 短間歇可能是200公尺 長間歇可能是1公里 那在不一樣的間歇距離下 你的休息時間 休息距離也都會不盡相同 所以在這樣的訓練情況下 間歇跑跟法特雷克 不一樣的之處 其實在於它的進行方式 那訓練的效果呢 當然還是要看你的訓練內容 才會來影響到底哪一個成效比較好 所以大概就是這兩個的差別啦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簡單分享 法特雷克跟間歇跑到底差別是什麼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喜歡我的影片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還是我們來看的 有沒有看的 可以來看的